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今天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 就是有钓客前往了台南七股钓鱼 结果身旁就出现了好几个持枪的阿兵哥 一整排摆起了射击姿势 疑问之下才知道是教招兵们在进行这个训练课程 这边拿着钓杆转头 另一边也拿着钓 欸不对啦 怎么是拿着步枪的阿兵哥啊 藏不住的效益 是这边还有一大群左右七敌包围在一起 原来这是教招兵在实施野外特训 就很特别的体验啊 因为你在钓鱼 然后全部都是阿兵哥 那种体验可能是一生中 可能不会遇到的事情 后备军人不在纸上谈兵 那么汉光四十演习 所以主角就轮到我们前线国军 弦号933的凤阳号巡防舰正在驶出港区 准备执行任务 还有专门扫除水雷的猎雷舰 左营反舰飞弹车 苏澳军舰统统都在操演名单当中 而且全程实战化无剧本 就是要验证国军战场上的随机应变能力 装备启动的声音 从耳朵贯透到协议 国防部释出汉光四十预告片 今年借近无二战争 将对内的沟通视为重中之重 并特别做了一系列规划 分四个阶段 让民众能充分了解演习资讯 甚至结合AI科技 推出虚拟主播 而且是中英日三声道 直接讲白演习就是模拟共军亲台 汉光史上首次不剧透操演 部分科目规划网络直播 还要在各战区都派遣至少两名记者 及时报导演讯战况 也进行很多前岛的一个宣传 也就是让民众可以更加的理解国军的付出 以及一些防卫作战的思维 操演期间 建军率大幅提升 有武嚇 有文攻 要让民众对国安的意识植入心坎中 全场唱及国歌场内巨服国旗 借着大巨蛋中华职棒明星赛 国军的防卫作战能力 也奠基于全民一心 华新闻一切群众张科台北报导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锁定 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